丁翊雅 甘饼干窗 我也需要一种坚持力量 犯的思考 打脑在激烂 人类非必寻常 吃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吃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干冰干穿过头 需要一种坚持力量 犯的心跳 打脑在激烂 人类非必寻常 再平淡的表情 也能看出你的伪装 再混乱的神经 也能保持热情风 大声咆哮 轻轻地睡着 话说完了 How are you feeling good 就不要follow我的标准 我的色调 就不要care 我的今天是坏是好 冰冷花掉 夏天还没到 电话挂了 How are you feeling good get down get down 比判斥铭线 get down get down 我就不就当 get down get down 还我真伤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我都不一样 吃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吃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吃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炸克力棒 有请嘴巴偏向巧克力 天天向上 天天有喜的天天兄弟 小五 回来 我们首先是要恭喜一下小五 炸克力换迷 DOJ 出新专辑了 謝謝大家 谢谢 主要做 专记打败 肯定有没有关系的? 就看起来有点像 日期现场还有电视间亲爱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我们的 特务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TagMai智商丽合 然后智商丽合也即将发行 我们的全新的专辑 巧克力棒 巧克力棒 然后这次呢 就我们其他人都参与了一个原创 除了小五 对 除了小五 我是这张专辑里面 我是管何凡的 你认识的地方 对啊 不吃饭不能录啊 这样专辑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在做这个 一年半的时间 对啊 最近啊我们天天天地 都有很多喜事的 说到喜事 我实现了一个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梦想 恭喜 结婚了 结婚了 你怀孕了 哪儿怀孕了 他是怀着梦想孕育希望 哎呀 说得太好了 你跟他说得太好了 跟你圆回来了 你有什么喜事 我演了我人生当中第一部 男一号 而且是电影 电影 电影 风哥可以走了 为什么呀 圆梦了嘛 对 你真的弄小斗鸡时间 拜拜 我想这个时候 你只有除了自我了断之外 没什么事好做了 哎 现在现在这试试 知道什么名字 小神来了 来 我想给你看看我的大计划 小神来了吗 来 哪儿呢 你看你看看 哇 哇 一下子有三孩子 哇 这人叫你小神吗 大家好 我叫王欣 在电影里面叫嘟嘟 叫向月文 在戏里在演主 大家好 我叫柳天哥 在戏里叫乖木 欧帝最近演游戏 嘘 不能讲吗 不要讲 你不是演了一部 嘘 而且你还跟那个影帝人 任达华 嘘 还有 影儿 嘘 哎呦 不要告诉大家 我演了一部电影 真的 嘘 那电影的名字叫 嘘 叫嘘 不能讲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诶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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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不断是天天向上 而且还叫天天有喜 恭喜我们的智商力合小五 恭喜我们的欧帝 还有前锋 谢谢你们 谢谢 支持小生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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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请来了 给湖南卫视带来 高收视率的福禄兽 三位神 哎呦 太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 天天有喜剧组 陈昊明 谭耀文 慕婷定 陈子涵 徐申东 有请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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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仙女先下去吧 对 欧帝已经魂不守舍了 师傅 让我来收了她们 别收 别收 我去收 我去收 首先给我们的这个好朋友老朋友 是 也是我们湖南人的女婿 对 陈浩铭先生先聊一聊好 好久不见 陈浩铭的作品特别多 《十二生肖传奇》 《天地姻缘七仙女儿》 活活技功 《聊斋志义》《风声榜》 《天天有喜》 你大概演了多少这种神话剧 《二十五九六》吧 哇 读书的时候 浩铭被称为是 领男最帅的男生 你认为男孩子 什么时候最帅 在公帝的时候 有点像周星辞在 《长江七号》里面的 埋头苦干的这就是意义 埋头苦干 对 心上流汗 对 是吧 胡子邋遢 而且一排舞吃饭 一定要有肌肉 很多女孩子觉得 男生最帅的时候呢 是倒车的时候 哦 哦 因为看不到正脸 不是 他说男生这样手扶着 很专心看后面的时候 角度很帅 我觉得男人最帅的时候 应该是很认真的 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没错 心无旁骛 当一个男人要刻意地 去耍帅的时候 大家不会觉得他帅 比如说像刘德华 哎呦 他整个人生都在耍帅啊 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耍帅也很帅的 是吗 耍帅 哇 你圆得好唐突 对对对 必须得圆过来 嗯 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这个浩铭他塑造的一些经典的神仙啊 你看 哪吒 哎 这好像我以前四九的造型啊 哈哈哈哈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 你知道我 你们汉国又不是知道哪吒 哪吒 哪吒就是他妈妈怀孕三年 生出一个肉丸 后来那个爸爸来 就加一点甜辣酱 哎哎哎哎 那还是炸了啊 那是甜不辣 后来爸爸觉得 这什么妖怪啊 拔出一把宝剑 苍狼皮开一看 一只猴子蹦出来了 对了 对了 不不不 那是西游鸡 不是这样 是说他要砍的时候 然后奶奶说 哎呀 到下留人啊 后来那个桃子一出来之后呢 就出现淘汰了 那不是 妈妈不是生出一个肉流 那是什么 生出七个葫芦 都搞混了 都搞混了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 哇 哇 你演过我耶 孙悟空 这个造型好猛哦 这什么时候演的 98年啊 你自己满意这个造型吗 我觉得蛮可爱的 那个化妆是不是 时间需要很长啊 还好只是在脸上 戴头套 戴个头套 多贴了两片毛在脸上面 你发现没有 我演孙悟空不用贴 都是毛 都是毛 让它自然生长 金箍铺棒 你还能使吗 接过吧 哎 好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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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练过啊 还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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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绝招 大绝招 哎呦 哎呦 好啊 Fest 接过 本来就是猴子 喂 好 有有有有 有 请把它放回耳朵里吧 对 插到耳朵里 插到耳朵里 张叉好 我们说大 脑袋没了 其实孙悟空有很多人演过 楼下这张 这是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六小龄头 张立健 这个是浩铭演的 你看现在浩铭也是为人妇 看来可爱了 眼睛太美了 他好好玩 他的英文的名字叫Elizabeth 是是是 可是老人家的口太快了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叫着叫着会变成一条白纱 一条白纱 因为她太太是长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之前上我们节目 我那时候好小哦 那是你吗 对啊 看那个看上去有点像她的侄儿呢 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好胖哦 对 你看我那个时候 因为年纪太大了 她不能加入你们的团体 韩哥其实你有 你有在后面 太黑了吧 你只是没刮胡子而已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季工活活 这个应该是最帅的活活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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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季工啊 他本身是有这一个真实的 有这个人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纪滇和尚 本名就叫李修贤 啊 李修 元 元 李修贤 李修贤 李修贤是演员 李修贤是我们香港那个拍警匪片 他很有名气的那个演员啊 对啊 有点像啊 你像演这个疯癫的这种季工和尚 要怎么演呢 我们来点道具好不好 哇 他片面了 你带上帽子 你再这样 你再这样 太小了 太瘦了 太瘦了你 我们要风哥来试试 来 风哥 这里还有一个招牌的帽子 哎呀 他的头啊 哎 怎么你戴着那帽子 特别像自行车的座啊 戴不进去 什么 起不来呢 戴不进去 所以以后大家不要再说我们再欺负他了 我们只是说实话而已 对 我们来演个地颠 3 2 1 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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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哎呦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请说普通话 What are you doing now啊 嘘 你这个妖精 啊 居然跟假扮技工师傅啊 我就是地颠 我就来收了你 来呀 你个毛猴子 转过去 我错 我凭什么 我平时没有那么听话 转过去 说到技工啊 啊 这我这个年龄的人 对有一个技工形象 印象是特别特别的深刻 我们小时候都看 有本昌 那个是非常的有名 其中有一首歌 鞋耳泼 毛耳泼 身上的驾沙泼 你笑我 他笑我 一把闪耳泼 这个非常非常多 深入人心 对 如果说现实里面真的有孙悟空 哪吒 技工 你特别希望成为谁 技工 技工 还想做技工 对 第一可以 喝酒吃肉 哈哈哈哈 酒肉 我给他变成这个事儿 酒肉穿长过 何祖心中流 还有就是哪里有不平 哪里都有它 给大家带给欢乐之鱼 大家还可以为世界 争取一些平等 你们选什么 小五 我也是先 可能会选技工 那是一样的 可以喝酒 喝酒吃肉 我不用选了 我一定是 就本尊了嘛 孙悟空 就一定是孙悟空 72遍 孙悟空可以骑跟斗鱼那也多爽啊 就是啊 他坐着飞机啊 那是骑摩托好不好 要你选 我想孙悟空 因为孙悟空毛多 兄弟多 哦 瞪起来毛就是兄弟啊 瞪上以后脚脚一吹 全都是兄弟 你呢 沙盒上 啊 二师弟就脑残了 对对 其实上个人特别好 为什么 上面有大师兄撑着 哦 还有师傅罩着 整部西游记只有三句台词 哪三句啊 师傅 大师兄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呢 嗯 师傅 大师兄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什么 等我第二句 师傅 大师兄 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不是 你跟谁说 你的本事师傅减掉 还有一个神情 就是这样 嗯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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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不要怪抓 哎 你又咋扮上了 咱们长过去 哈哈哈哈 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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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看 没有一个人选哪吒的 你选哪吒 我 我为什么要选哪吒呢 那你选谁 那我就选哪吒吧 你选为什么哪吒 因为长沙这么多的天 哪吒穿的最少啊 哪吒穿的肚兜就出去了 对对对对 韩哥你不要讲 我有画面了 我要你穿肚兜的画面 哎 哎呀 你可怕风火轮 多可怕啊 哎呀 也就这么一个意思 他踩着风火轮 在那个长沙的天空上面 飘来飘去 那个那个毛还随风飘逸 然后身上的毛 对毛还飘起来 你不能这样 你哪吒没人选 他不高兴 不不应该啊 飘两米多长 可以了可以了 转过去 真的有这么多了吗 没有 没有 听他们乱说 听他们乱说 浩铭扮演了这么多 有意思的神啊仙的角色 嗯 我们也希望他的生活 能够一直都非常美好 丰富多彩 是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位神气的人 耀文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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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气的人生 造就最佳男配角 是 特步天天向上